大家很多醫護人員不太想打疫苗 但是今天由不得你的 從現在開始 所有的醫護人員全部去打疫苗 直接說出由不得你 雙北疫情延燒 台北市長柯文哲20號下令 全台北市只要在醫院工作 通通打疫苗 在醫院裡面工作 都要去打疫苗 因為該打的我們用造冊的方式 不要說強迫 造車就是你要去打 為什麼呢 你不打會造成大家的麻煩 所以當部下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不要適造長官的麻煩 強勢規定 還不僅限於醫護及醫院員工 柯文哲也下令 病患到急診 做PCR檢測時 必須同時快篩 除了避免檢測結果出爐 才處置 也緩解民眾恐慌 那兩三天後才通知他說 你那個PCR是正的 他說就很麻煩 既然PCR都做了 你知道 一次五千塊 那乾脆快篩也做 大概300塊可以解決 而且他20分鐘就可以跟你講結果 你知道嗎 而台北市也成立專責防疫旅館 修制快篩陽性者 不但由醫護進駐 還出動國軍化學兵清銷 並且由警方值班 而針對餐飲摊商 規定也更嚴格 即日起一律只能外帶或外送 不能內用 台北市的超市 夜市 地下街 攤販集中廠 還有市場 這市場含批發市場 公有零售市場 飲食類的攤商 即日起全面改採 外帶或外送 一連計出四項防疫新規定 從簡易到民生 立刻開始實施 要守住首都生活圈 非常時期才非常手段 立拼在關鍵時期防堵疫情再擴散 三天新聞消息 張惠奇特的